喂 前章 什么 差千万下来了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喂 妈 闺女 你来了 妈 你打电话这么着急把我喊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好事 大好事 什么好事 咱们家的拆迁款下来了 什么 这真是太好了 妈 这几年你都在我弟弟这住呢 这老房子拆迁了 还省得你以后惦记着回去了 是啊 这省得 我天天操心那房子在漏雨了 你以后就安心在这住吧 对了 妈 这笔拆迁款你准备怎么花呀 我花什么呀 我在你弟弟家住又花不着钱 我准备把这个钱都给你 妈 这不合适吧 你在我弟弟家住 你把钱给了我 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是我的钱 我当家呀 你看 你弟家这条件多好呀 也花不着钱呀 这 这什么事 给 这钱你拿着 那 那行吧 这笔钱我就先拿着吧 这就对了 拿着这个钱 把你家的生活 改上改上 那行 你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闺女 你吃过饭再走呗 不老妈 我还有事呢 那行 妈送送你 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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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大姑所做的 妈 我问你个事 什么事 咱家那老房子是不是拆迁了 对呀 拆迁款都下来了 还真是 那钱呢 给你解了 怎么了 什么 那么多钱 都给我解了 对呀 妈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你现在住在我们家 你的钱不应该给你儿子吗 这我姐她都已经嫁出去了 你怎么能把钱都给她呢 那是我的钱 我的钱 我当家 我想给谁就给谁 你能管得着吗 是 那是你的钱 你能当家 可是你别忘了妈 你现在住在我们家 你吃的喝的串的都是我们的 是 我是吃你们的 喝你们的 那小军 他是我儿子 他给我养老 那还不是应该的呀 月月 你看 你们家的小军这么好 我把钱给你捡的是怎么了 怎么了 妈 这我们家条件是好 那是我和小军 我们两个一起努力赠来的 这不管怎么说 小军他是你儿子 你的钱都应该给他吧 月月 你看看 你姐她过的什么日子呀 你家的条件这么好 你帮帮你姐那不应该呀 你怎么一个同学心都没有呀 妈 我知道我姐家的条件不好 可是 你把钱都给我姐 最起码你要给我们打上招呼吧 那是我的钱 我做主 我给你打什么招呼呀 再说了 就是小军坏了 他也不敢说什么呀 行 小军是不敢说你什么 但是妈 你总得讲道理吧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为什么偏向你女儿呀 我怎么偏向我闺女了 我偏向小军 我提起这些事 我心里都难受 我亏欠我闺女 真是太多了 你亏欠她什么呀 她哪一次来咱们家 你不是大包小包的都让她带回去啊 就那 我也觉得对不起我闺女呢 那行 那你以后就走过你闺女吧 妈 你们吵什么呢 儿子 你可怕回来了 你媳妇说 让你姐过要老 她不会要老 月月 你说什么呢 这可是咱妈呀 还咱妈呢 她心里面啊 只有她闺女 根本就没有你 你说什么呢 这我小的时候 妈最疼我了 疼你 说的好听 疼你她为什么把拆迁款的钱都给她闺女 一分钱都不给你啊 什么 拆迁款下来了 妈 这是怎么回事啊 儿子 咱们家的两房子不是拆迁了吗 赔了一百五十万 我爸这个钱都给你解了 啊 那给就给呗 小军 你是不是脑子见水了 啊 这一百五十万你不要 这个钱 给我解 就给我解呗 这我解 为了我也没少吃苦 再说了 她家的条件 还没咱们好呢 月月 你听到我儿子说的话吗 这小军她都同意了 她同意怎么了 她同意我不同意 这个家不是她一个人说的算 这你儿子从小就孝顺 这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她肯定同意啊 月月 我用一样东西 拿回来让你看看 你看了以后 你就知道了 你姐 为你付出了多少 如果没有你姐的付出 你没得挂着的日子嘛 她能为我们付出什么呀 行了 你草草两句吧 我为什么草草 我告诉你 这个钱你不要我要 看她能拿付出 小军坐 坐 坐 这什么呀 录取通知书 我姐的 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 你为小军啊 妈 妈 妈你看 我们考上大学了 考上大学了 这是好事啊 是啊妈 好 好 我的孩子 真有出息啊 来来来 坐坐坐 别坐 妈 你这是怎么了 是啊妈 这刚才还好好的 现在怎么 不高兴了 高兴 高兴 妈高兴是高兴 可是 你看咱们家这条件 我一下子 也不能供你们两个同事上大学呀 那妈 不行的话 这个大学我不上了 姐 你说什么呢 你考的可是重点大学 妈 这个大学我不上了 我姐考的比我好 让我姐上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都是妈的好孩子 这妈 谁也不想亏欠 要不 要不 你们两个抓住 谁抓到了谁上大学 妈 穿什么穿呀 无所谓 可是你不一样 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以后你要好好上大学 为家里啊 光宗要祖呢 姐 闺女 真是苦了你了 行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我明天就出去找工作 姐 姐 燕子 这 原来是这样啊 你说 我应该不应该把这个钱给你解呀 是啊 月月 如果不是我姐 把那个上大学的机会 让给了我 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妈 对不起啊 刚刚是我做的不对 这个钱 你给我姐就给我姐了 我不要了 妈 小俊 你们都在呢 姐 你来了 啊 坐 来了 坐 哎 你们怎么把这个破书包给找出来了 这都多少年前的了 没事 燕子 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前几天 你给我的拆迁款 我一查 里面的钱太多了 我不能要呀 没事 闺女 这妈给你的你就拿着吧 是啊姐 你拿着吧 是啊姐 这个钱你就拿着吧 你们家的条件也不是很好 拿这个这个钱啊 可以做个小生意 这个钱啊 我已经取了50万了 这里面啊 还有一百万 给你们吧 月月 姐 这个钱我不能有 月月 你看咱妈这几年啊 一直都在你们家住的 这吃喝所有的费用啊 都是你们出的 我一分钱啊 也没出过 所以这个钱啊 你们留下吧 给咱妈花 姐 这个钱你收着 我们真的不能要 这我们是妈的儿女 孝敬咱妈是应该的 而且 你们家条件不好 你拿着这个钱 你比我们更需要他 再说了 我和小军我们两个都有工作 这收入也比较稳定 你就不一样了 你这上有老 下有小的 你也没什么收入 所以这个钱 你就拿着吧 闺女 这月月说的对 这个钱 你就拿着吧 妈 我取的那些钱 都已经够用了 要不然这样吧 这笔钱 你拿着 等我们以后 谁需要了 再找你要 那行吗 这个钱 我先替你们包管着 你们需要钱的时候 找我要 行 行 行